大家好 我是表叔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一个小的景观装置的 Renal案例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最终结果 大致长这样子 那么这个案例呢 它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先从最开始的步骤来过一下 首先呢 我们先绘制一条曲线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旋转成型啊 构建出这样子的一个曲面 然后呢 我们再做出一个单元体 通过环形阵列呢 我们可以阵列出这么多个体块出来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曲面给它向内偏移 然后再向内偏移出这个曲面上呢 我们可以抽了一些结构线 生成这些横向的这些结构 然后最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偏移曲面 把这些结构呢 给它架后 然后在Renal中 我们可以给它赋予一个木头的材质 然后呢 这里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平面图和一个立面图 然后我们操作一下 首先呢 我们可以在前世图中 绘制一下这个曲线 我们可以放在不同的图层里边 比如说我们绘制的曲线图层呢 我们可以放在图层01里边 改名为曲线 改名为曲线 叫Core吧 设为当前层 然后我们描一下这个曲线 那么我们描这个曲线呢 它可能控制点稍微有点多 我们可以给它重建一下rebuild 控制点数量改为11 然后呢 如果跟我们这个曲线的形态不对的话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控制点 那么调控制点呢 是我们Reno中比较常用的一种调整曲线形态的操作 然后我们发的在B站上这些系列的Reno教程呢 它可能有些比较基础啊 像我们今天讲这个案例呢 就比较基础 然后呢 我们会不断的更新一些新的案例 然后可能有一些呢 比较简单 有一些呢 难度稍微大一点 所以说 呃 咱们这个案例到一定数量以后呢 我会发布一个合集啊 大家到时候可以一起看 现在在B站里边 果阿sopper的合集已经有了 然后整个这些案例呢 会不断扩充的 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B站里面的东西 那么这个曲线呢 大概长这样子 我们为了让这个曲线呢 它能落到地面上 所以呢 我打开这个曲线控制点 然后把这个最终的这个点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变动里边设定XYZ坐标 把它们Z轴标高呢 排到这个地面上来 打开锁定隔点 然后这里呢 为了让大家都能看得比较清楚啊 所以我都用这个命令来操作 我就不用这个快键了 也方便带领大家呢 数一下这个Reno中的一些常用命令 那么我们有这个曲线以后呢 我们先生成这个木结构 一片的 然后呢 我在潜入桶中我测量一下 我发现这个木结构啊 它的这个距离呢 大致是0.33 这是我之前测好的 可以垂直啊 大致0.33米 然后我们给它向内偏移 用这个偏移曲线命令 距离呢 是0.33 然后呢 我们需要它向内 但是我们向内偏移以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曲线啊 你在潜入图中可以看到 它并没有落到地面上来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条曲线端点处 打开正交开关 沿着X周方向的木 我们画一条线 然后我们用这个延伸曲线命令 点一下这个图标 然后呢 选取要延伸的曲线在这呢 然后我们选取延伸的这个长度呢 我们可以往下延伸也可以啊 或者呢 我们重复操作 选择这个置边界 然后先选取这个边界 然后点确定 然后再选择这个延伸曲线就好了 它自动延伸到这个边界范围上了 可以把这个线呢 给它暂时删掉了 先没用了 然后呢 我们这里啊 再先把这个平台做出来 因为我发现我偏移曲线以后呢 内部这根曲线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平台内部了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平台 依据这个中心点来生成这个圆 大致在这个范围 然后我们把这个圆呢 给它在实体里边挤出平面曲线 挤出到这个高度上来 这个高度 然后你会发现内部已经多垂小块了吧 所以我们在前程度中又修剪命令 把这根小线给它剪掉 好 那么现在这两端是不是都是水平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loft命令方样 生成一个木结构的片 我们可以把这个曲面呢 给它放到这个02图层里边 大家保持一个良好习惯 这个02图层呢 叫做surface 好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的颜色呢 改成黑色 这里我们看一下 从顶式图中呢 你会发现它这些木结构啊 它其实都是均匀的 我们可以把一片木结构呢 沿着这个中心点进行一个环形阵列 然后之前呢 经过我测量 我发现这个数量是21份 所以说我们需要先确定一个中心点 那么我们这已经画好了 在这个点处 我们可以再复制一个点 然后把这个点呢 移动上去 我们画一个 竖直的环形的对称轴 这条线 然后呢 在变动里边找到环形阵列命令 选择需要环形阵列的物体 这个曲面 然后点确定 环形阵列的这个中心点呢 我们点一下这个位置 阵列数呢 是21个 我之前已经说好了 然后这里我们学在顶式图中 比如说捕捉到这里边 然后呢 关闭正交啊 然后让它环形阵列到这个位置 好 那么阵列完毕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客户图层呢 先暂时隐藏掉 但是我发现刚才做这个物体的时候 它是在客户图层里边 所以我更改一下图层 然后再隐藏掉这个曲线 那么现在呢 大致长这样子 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分 木结构 我们可以把它们群组一下 按住shift键 加选 然后点group群组 先暂时呢 我们可以 给它放到图层03里吧 part1 这是第一部分的木结构 然后第二部分木结构怎么做呢 第二部分木结构 由于它没有办法用这个环形阵列了 所以说我们需要提取一下这个曲面的原始数据 那么怎么样提取曲面原始数据呢 我们还需要打开这个客户图层 我们需要把这条曲线 通过旋转成型 生成一个曲面 那么在哪呢 可以在建议曲面里边 用这个命令 旋转成型 然后呢 找到它的起点 在底部 然后终点呢 点一下这个点 其实角度 我们还是切换到顶式图中 捕捉到这条曲线上的某一个点 然后让它绕着这个方向呢 我们可以显示出这个part1的面 然后捕捉到一个点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曲面是不是有了 在这呢 然后我们这个横向的这些木结构 我们怎么生成 我们可以暂时先隐藏掉客户图层 然后呢 通过复制边缘命令 复制一下这条边缘线 我们在这条边缘线上 可以产生一系列等分点 用这个命令 鼠标右键点 依据数目产生等分点 分段数目呢 我们可以输入14 好 可以翻在上面产了一些点 我们依据这些点的位置呢 可以抽离结构线 用这个命令 extract iso curve 然后它那个景观装着原始的地方 这一侧是没有结构的 所以呢 我们从这里边开始抽 好抽这么多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线呢 放在图层05里面啊 给它改名叫做这个 iso curve 结构线 然后图层颜色呢 先改成红色吧 可以看着明显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生成一下这个 part2的 木结构部分 part2 然后怎么生成呢 那么part2啊 这个木结构它是往里边涨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 利用这个命令 建立曲面里边 有一个往曲面 发现方向挤出曲线 先选择曲线 然后呢 选择基地曲面 那么它现在是往内的 偏移的曲面 然后输的距离呢 我们可以输个0.15 好 那么这个木结构第一片有了 由于这个命令呢 它没有办法批量操作 所以说我们需要逐个的操作一下 鼠标右键重复命令 那么其实也挺快的 如果进入果要sopper呢 就可以批量来做这个步骤了 但是由于我们这个是纯renault的 一个案例 也是为了满足一些 不会果要sopper的一些 renault用户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一部分木结构做好了 我们暂时可以把这个曲面呢 给它隐藏一下 然后我们再把 嗯 isocurl也隐藏 我们只保留这个曲面 然后像这一部分 这些点和线呢 我们可以暂时隐藏掉了 我们再把 把这些中间的这一部分 我们给它先锁定上 把这组曲面 刚才锁定的时候可能选多了 把这组曲面呢给它群组 我们再显示出第一部分的啊 木结构 接下来我们可以给它们材质了 选择这些组件 然后属性里边呢 材质 我们使用新材质 从材质库导入 那么这些材质呢 是我们renault6的自带材质 点木材啊 然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材质 好 比如说就用这个吧 然后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涂层的 颜色呢 给它改成黑色吧 因为现在这个看着点太眨眼了 大致是这样子 接下来啊 我们可以给他们加后一下 那么加后前呢 我建议大家给它保存一个备份啊 我们可以命名的名叫做这个 备份涂层 两组C,C,C,V 然后放到这个备份涂层里边 把它们给隐藏掉 防止呢 我们把它加后以后 再回来调整 比如说改一些方案啊 然后我们有片的时候就方便改 但是一旦你加后以后呢 就很难改了 我们可以选择这两组曲面 曲面工具里边偏移曲面 然后距离呢是0.04啊 实体勾选为是 点确定 然后它这个景观装置呢 它有一部分还是封闭的 我们可以显示一下这个原始曲面 然后我们如果希望这个面呢是铺在里边 我们可以把这个曲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曲面给它向内偏移 偏移曲面呢改成0.33 然后实体呢勾选为否 它现在偏移到里边了 我们可以暂时把这个曲面给它隐藏掉 然后这个曲面我们不希望它全部是把我们这个木结构呢给它全部遮挡住 我们需要用这个分割命令 以结构线来分割 我们给它切掉一半 比如说在这地方切一下 把顶部的面呢给它删掉 我们做成这种效果 那么大致呢就长这样子 然后我这个Reno空间中黄色的显示是在哪儿调的 我是在这个显示里边 极地模式 然后把背景呢由程序设置给它改为单一颜色 这里边我们可以调整不同颜色 比如说你想让你的背景呢比较强眼一点啊 可以改成这种颜色 或者是改成这个双色间变 这个颜色可能可能高档一点对吧 灰色嘛 这样子 然后你还可以改成四色间变 我们可以夸张一点 这样也挺好看的 所以我们Reno6的这个显示模式啊 它是一个非常棒的 然后这里再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模型呢 顶视图还有这个前置图呢 大家可以在这个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里边啊 新牛参与云平台里边回复关键字 静观 那么为什么要搞这种东西呢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这个视频呢 就是被盗用的情况太多了 所以说也没有办法 就是在我们的视频里边呢 查入一下宣传公众号一些小广告吧 也是为了防止就是说视频呢 就是被随便的这种搬运吧 大家也体谅一下 因为现在中国这个原创的环境 确实不太好啊 也是没有办法用的办法 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呢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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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